现代社会科技高度发达 人工智能的制造技术也越来越完善 先进的机器人不但能帮助人类干活 甚至能够感知自身的存在 因此机器人有了各种各样的作用 既可以被人类当成伴侣 也可以被人类当成工具 机器人A就是一个爱人型机器人 爱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它被送到了一个需要爱的家庭里 一开始A用尽自己的权利 去爱家里的每一个人 并且尽心的照顾着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就像一个佣人一样 包揽了家中的所有杂活 但是渐渐的他感受到了家人们的回馈 他慢慢的拥有了自己的意识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机器 只是一个命令的服从者 但他想只要家人们也一样爱他 那他可以一辈子这样忙忙碌碌 家人就是他的一切 他相信自己也是家人的一切 但是后来他的设计者告诉他 他的家人们并不爱他 已经有了自己思想的A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很爱自己的家人 可是为什么家人们不爱他呢 他想肯定是家人们都坏掉了 为了让家人们爱上自己 他拿起了手术刀 尝试去修复他们 结局自然不言而喻 A的修复失败了 之后他又遇见了一个少女小美 他一眼就爱上了小美 但是小美看到她的时候 眼中充斥着的只有恐惧 为了让小美爱上自己 A将她绑了起来 等小美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 A对她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小美听完流下了眼泪 但是她对A还是没有爱意 A终于下定决心要修复小美 或许啊 这次她可以成功找到修复方法 这样呢就可以成功让所有人 重新爱上自己 最后她拿起了手术刀 而小美在惨叫声中死去 人类总是为自己的欲望 而创造其他东西 但他们创造了A又抛弃了A 不愿意对一个机器 给予关心和回应 人类对待情感的方式 总是冰冷又可怕 如果机器人可以选择的话 他应该会希望 自己从来没有被创造过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